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了 老公 你DNA化验结果出来了吗 过两天 我再去医疗一趟 要把那个结果送到个案局 然后他们就会送到全果DNA 新式库里面做匹配 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虽然我知道高率非常低 但是我向你保证 不论如何 就像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我们不会变的 我的关系甚至更好 其实老公 你不用跟我做这样的保证 我跟你呢也是一样 希望你能够找到亲生亲密 而且我也相信 我们肯定会比现在更好的 我们肯定会比现在更好的 她上完匆匆就没有上学了 这些年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 没钱了就找很精神工作干 几乎什么都干过 前两年还开过黑车 在火车上哪里活 这个姐没听说过 她在空虫里受伤的事 奶奶 你的新卡已经办好了 如果您确认 从您的老账户转十万元 到这张新卡里面 需要在这张单子的右下角签名 甚至转入十万元 是二婶吗 坐吧 二婶 接到您的电话 我很意外 是奶奶让您联系我的吗 你的腿怎么样了 没事 已经快好了 据说你是在工地上打工 你的腿也是在工地上受的伤 因为这个已经很久没去了 那你说说看 你在哪个工地上班 你的包风头叫什么名字 这个 那个 行了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不是妞妞 二婶 我 你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不好好地找份工作呢 如果你确实有困难 我可以帮你 二婶 我想您是误会我了 我误不误会你心里最清楚 我跟你说清楚 不管你是从哪里得知我们家 在寻找亲人 从现在开始 希望你离我们家远点 您这么确定我不是妞妞 那您知道谁是真妞妞 为什么不跟他们说 而出现在我面前 这不是有点奇怪吗 那是我的事 那是我的事 不劳你费心了 喂 奶奶 妞妞 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 我在工作 不是让你别干了吗 你的腿伤还没好呢 妞妞 你明天下午有空吗 我想见见你 明天下午到奶奶家附近 就给我打电话 好 好的 奶奶 那我到时候打电话给您 好 就这样 再见啊 是奶奶打来给你的 对 奶奶给我打电话 约我见面 我跟您实话实说吧 我确实没在工具上干活 腿受伤也是我装的 但我从小没有父母这件事 是千真万确的 我也在福利院长大 高中没上完就退学了 找工作人家都不要我 我知道 我现在没个正经工作 您怀疑我是骗子 我也可以理解 但我不是您想象的那种人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坦白呢 我一开始打扮成这样去见他们 我承认 是为了博得他们的同情 因为我从小没亲人 我希望从他们那里 得到亲人的关心 您不能因为我撒了个谎 就能证明 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吧 您放心 过几天 见证结果出来 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我从没想过骗他们的钱 就算我是他们要找的人 我也不会要他们的钱 若我不是 我马上消失 看你了 我们的中国人 也不离找人 我们的MAC 好吗 好吗 好吗